今天挑战一下3公里 瓜加二级的水平 9分10秒 平均配速3分03 其实距离越短 难度越大 因为距离越短 对乳酸耐受能力的要求越高 准备开始 3 2 1 第一公里2分58 第二公里3分03 3公里跑完了 9分05秒 比自己预定的目标快了5秒 给大家说一下 3公里跑步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跑3公里的时候 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起跑 就是冲刺阶段 第一圈过来以后 基本上就起跑就结束了 我是这样的 第一圈过来之后 紧接着就进入途中跑了 途中跑只需要记住一个点 非常重要 就是后摆的幅度 就胳膊后摆的幅度 以及脚拉起的高度 对 千万不要想着蹬地 或者是去跨步 去抬腿 不要想这些 你只需要后摆的幅度大点 因为胳膊后摆的幅度越大 身体越能保持住 这种身体的前倾 反正有力 后摆越大 身体越容易向前 身体向前倒的时候 想要让脚落得更远 那肯定是脚后跟拉得更高 你自然脚也可以落得更远 对 后摆的幅度 脚拉起的高度 后摆的幅度 脚拉起的高度 这种情况下 你的速度可以很快 并且可以很好地保持住 对 你完全放松 不用发力 很多人在跑三公里 这种较短的距离的时候 总是想着我要跑得更快 我要去发力 全程都没有想着去途中跑 没有让自己身体放松 这就会导致你后面保持不住速度 尤其是最后一公里 或者最后两圈的时候 你会非常顶 所以说想要跑出三公里的好成绩 在途中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后摆的幅度和脚拉起的高度 就会发生了一种较短的幅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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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发生了一种较短的幅度